戏剧一歌消失八点档 陈冠林突然失联惹哭网 粉丝入戏写信抗议电视台 陈冠林和李燕在三绿八点台剧一家团圆演出一对 但因为剧情更动 李燕先行下车 陈冠林前阵子因应剧情 消失了一阵子 最近又重返剧组 在他不在那阵子 连海外粉丝都忍不住写信 拜托制作单位让志诚赶快归队 甚至要李燕也回来 粉丝传信电视台抗议 这给三绿电视长官的一封信一家团圆的志诚回了 也是时候把雅惠带回来了吧 我们最关键的男女主角 我们最爱的志诚雅惠 是不是也该幸福重逢 双双回来一家团圆了呢 感叹号 我们真正要的一家团圆 而死忠的观艳铁粉 每天守候电视就为了他们的再次出现 而最明显陈冠林不在 脸书的互动率明显降低 也多次证明陈冠林在台八的魅力 陈冠林才回来就拍打戏 透露日前拍打戏的时候 因为零眼比较不会打 怕自己出力打伤他们 最后反而害自己受伤 腰闪到了 而且刚回剧组 连拍三天 陈冠林只回家三个小时 加起来总睡了四个小时 真是维系拼了 他笑说网友也会私下留言给他 对于网友的爱护 开玩笑的说 我自己买了很多的网军 要学技努力为下跪 感谢网友的支持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